美国正式的与日本签订了协议 这个战俘马上要部署在日本了 那目前看的日本和美国之间 其实这种捆绑关系已经是不可能不可逆了 那你说解放军要准备做最快准备了 那就是一旦武统的时候 日军可能真的要上 现在看这个战俘绝不是摆设了 这个日本的媒体说呢 10月4号日本防卫下 与美国广部长在五甲大楼举行了50分钟会谈 双方是一致同意 日本将缴原计划提前一年 也说2025财年引进美国战俘巡航导弹 那对于美国决定向日本出售战俘巡航导弹 这个事其实就是日本和美国彻底捆绑 而且不可逆了 手下这个美日军事同盟 现在看的已经是牢不可破了 就是战俘能够给日本 战俘绝不是简单的武器 早在21年的时候 日本的手下与拜登进行美日峰会 发表联合声明的时候 美日关系中的一个壮里程碑事件 就标志着美日军事同盟升级 而且于此同时日美同盟 从美国单方面保护日本 迈向美日之间的攻守同盟 也说美国原来是要保护日本 那么现在看的美国进攻 日本也要跟着进攻 那美国进攻谁呢 这个目标也很好找 现在看的日本的第二步 下一步就是要修改国内的法律法规了 也就是说通过新版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 整备计划等等 三份安保文件 日本就致力于 拥有对敌攻击能力 那接下来的第三步 就是阿年文雄宣布将日本防务开支 从占GDP比重1%上调到2% 那美日攻守同盟 现在就是缺钱嘛 那财上供应 那就是由日本 现在把这个防卫开支增加 这三步走完之后 日本就可以获得战俘了 战俘选导弹进入日本 其实就是一个标志 就是美日攻守同盟 关系最终落地 成为现实 就是战俘 战俘选导弹进入日本 咱们说这是牢牢的 让日本人绑上美国战车 咱们知道战俘选导弹 对于美国来说不简单 它不会轻易卖给其他国家的 现在也就英国奥特亚 有过战俘 这种情况下 美国一次性卖日本400多枚战俘 那绝不是让日本来 来做摆设 或者说用来保护自己等等 不是的 他就是让他一来用 400多枚 不是让你在这养鱼的 你要用的 那用在谁身上呢 不用想了 就是用在中国海军身上 中国解放军身上 那这个用呢 也就是说到关键时刻 你必须给我放下 或者说要让日本在关键时刻顶在前面 给美国两立杀刀 所以咱们未来统一台湾这件事是一定要碰到日军的 那么咱们可以说 现在日本那些基地 或者是日本周边的那些个 这个军事设施 咱们的侦察机现在完全可以出动了 就是确定啊 现在看那些设备 设备要必须要清理 那么美国一次性卖给日本这么多的战俘 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拜登政府已经将日本牢牢绑上美国战车了 美日同盟啊 现在看就生死啊 同生共死吧 生死同盟 日本未来想跑是跑不掉的 这400枚不是白给你啊 所以呢 现在看就是让他去揍人了 这大棒子已经给你了 美国决定向日本出售悬航导弹 那亚太的格局现在发生严重的变化 咱们知道因为和平宪法第九条 过去日本呢还有顾忌 不敢生产拥有中远程进攻性武器 大规模杀身武器 也意味着虽然日本的海陆啊 这个陆海空啊 他们有一定的进攻能力 但是这种常规的能力啊 相较于地区中的中国俄罗斯朝鲜 还是很弱的 日本自卫队的短板就是没有中远程攻击能力 还有就是没有核攻击能力 那么现在日本得到了400枚战不相导弹 这个周边国家的中远程导弹打击优势啊 那也就被抵消了嘛 或者说至少优势不明显了 除此之外呢 这次美日防长会晤之后 美国防长还再度强调 美国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战力方面 为日本提供严慎威慑 这个决心不动摇 那这个就是美方这个重申就不仅仅是给日本装胆了 就让日本接下来敢于大量的使用啊 和部署美国战俘 就是谁敢动 我就用核武器罩日本啊 更关键的就是要给日本提供核宝撒啊 如果敢揍日本啊 动核武器打 那么我就可以用核武器啊 翻击 这是来对冲掉中国俄罗斯朝鲜对日本具备的另一项不对称优势 有核武器啊 就核打击能力现在给你对冲掉啊 咱们可以看到美国最终目的就是要把日本打造成这个里边 跟中俄朝平起平坐 没有任何短板烈士一个军事强国啊 日本的真正的是被美国人啊 给这个推到前线啊 那这一点咱们要注意美国给日本提供战俘不是突发奇想的 个个别行为啊 是美国深思熟虑的一个缠维计划 早前美国不仅宣布要给澳大亚生产核动力潜艇 而且承诺要为澳大亚生产中远程导弹的 那就将澳大亚打造成一个中远程导弹生产和打击的基地 那就是为强化二岛链部署 而早前美国将驻菲律宾军队啊基地要增加一倍以上 扬言要通过对台军售将台湾岛啊 这个堡垒化 现在又给日本战俘绘扬导弹 这个显然就是进一步强化一岛链攻防 所以咱们可以看到美国这一系列动作就是重新强化 再造两条岛链 而且实际上是改变了亚太印太地区的整个的安全格局 就是一岛链里边 日本啊 菲律宾 你看一北一南啊 你看连成线以后 是不是中国台湾就在中间啊 就穿过中国台湾 然后澳大亚是做二线啊 支援 咱们说实际澳大亚最核心的就是封锁马利亚海峡啊 标识克他就是封锁马利亚海峡 那美国与日本这么来啊 这个一唱一贺 迫不及待要在东亚地区部署战俘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一个方面就是原来日本计划 自己研制射程是1500公里的巡航导弹 而且准备按计划要在26年开始投入使用 另一个方面 日本政府原计划从26年起 向美国采购400枚新的战俘航导弹 但是在这次防长会议上 美日双方不仅罕见的一致同意 提前一年25年部署 这战俘要25年部署提前了 而且在美国暂时只能提供200枚最新战俘 情况下还决定用200枚旧的战俘 来这个提供日本冲述 那根据日本新方向的说法呢 这是因为当前的安全环境 已经变得非常严峻了 已经严峻到必须要提前一年了 一年都等不了 那必须要提前进行突击性部署了 那到底是怎么了呢 有什么大的这个战争要爆发吗 什么原因让日本和美国火烧煤吗 对吧 从美国日本方向这次会晤中 可以看出 双方在会谈中重申了台湾海峡和印度 太平洋地区合并稳定 看台湾 也就是说很显然一年都等不了 原因就是台湾可能随时解放军要动手 解放军不能等到你这个部署完 我再动手 还有就是我注意啊 我刚才讲的是台湾大陆要动手 和咱们现在的情报是一模一样了 日本和美国现在他的行动 已经侧面印证咱们情报准确了 就是台湾这块大陆准备动手了 还有就是双方 日本和美国一日将立即强化美日 就确认要立即强化美日两军在日本 靠近台湾的西南驻岛军事存在 也是台湾对吧 再加上此前美日两国高官一直在散布 中国大陆在27年前要统计台湾 还有美日 尤其日本最近突然宣布要扩建10个 这个都道府县 33个民用机场和港口 要具备突发世代疏散平民 还部署部队这些能力 外界就可以猜测 就是中国大陆武统美日要干预 美日两国现在火烧美貌 就是在日本部署战俘 就是针对台海 就是中国在台海看来要动手 美日现在非常急 那美日两国不断的现在看 在渲染中国大陆武统 而且急着要部署战俘 日本 澳大利亚 菲律宾 现在看都已经绑上美国战车 咱们也不能排除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美国急忙的给日本部署战俘 是为了应对俄乌战事 或者说美国与北约接来 有可能在俄乌战场上 直接下场准备作战 那这个时候要给日本配战俘 就不光是台海 可能向北对俄罗斯 部署大日本大量的战俘 小岛从往北这个方向看 在远农地区 可以对俄罗斯构成远程打击能力 或者是至少可以从远农地区牵着俄罗斯 咱不能光往南看 日本南边台湾这个方向 其实往北看 他可以牵着俄罗斯 也不排除在俄罗斯乌克兰战场上 对吧 美国北约准备下场 那这个时候日本 是重要的一个牵制手段 那么和平宪法第九条 现在已经没了 对吧 日本即使部署美国战俘 他到底敢不敢用 现在很多人怀疑 咱们要注意 按照和平宪法第九条 日本是绝对不能拥有进攻性武器的 更不能对别国先发进攻的 但是射程超过千公里战俘 你不先发进攻他有用吗 大家想想 这个战俘不是先发制人的武器 他有用吗 他就是进攻性武器 而且他还是进攻性武器当中的最大的杀戏 这就不是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 到底是有没有用 他实际上已经作废了 而且日本一次性买400枚 这绝不是到头了 而是只开始 未来日本一定会部署更多 甚至未来还会研发自己的高船用导弹 具备对他国居日基地经保护攻击能力 那这些也意味着 战俘巡航导弹在日本的部署 日本的和平宪法从此就成为废止了 日本下法中规定的自卫队专属防卫 已经是扔进历史垃圾队了 咱们以后不要管日本叫自日本自卫队了 叫日军 千万不要改名了 就把它叫日军了 那咱们未来对日军 我觉得手下也不要流行了 那么既然日本在没有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情况下 就可以购买部署战俘形导弹 那你可以想想 你说他会不会使用呢 他一定会使用 受制于和平宪法 日本不敢主动对外开战这条已经作废了 对吧 那么不敢军事介入台海也作废了 咱们知道日本是否对外开战 是否军事介入台海 你不能抱有任何幻想 这个不是受日本的宪法法律约束的事 而是受制于美国 美国是一定要把日本人扔进战场 所以咱们千万不要有任何的幻想 日军不会上了 现在看日本人想不想上都得上 所以咱们现在看不要去考虑日本人 到时候会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日本人不想打这件事上 日本人不想打也得上了 这战俘已经给你了 你到时候就给我冲上去 所以咱们现在就要准备好 对日本所有的基地 咱们现在要摸个底 对日本所有军事基地要研究一下 可以去日本 咱们更多的中国人去日本 研究研究日本的军事基地 我们下期见